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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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一下 我們下他飯店的早餐啦 雖然我這次來 我是住了三天 可是他們只給我一張早餐券 我們就在回台灣之前 來吃吃看吧 我們下飯店 吃吃吃看 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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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酪 吃看 吃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入座了 可是他这边异常的安静 大家都是默默的吃早餐而已 我们应该也就 等等用后置的方式跟各位分享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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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想要体验日本人文化的话 吃它就对了 这酸梅是里面的香肠 一点都不算什么 OK啊各位我们现在吃到九点钟了 现场只剩我一个人啊 我们应该可以讲一下话了 虽然说它在这边现场有标志就是不要大声的讲话 可是其实他们在地人还是会有人一样很自在的聊天啦 就是这次旅途啊我感受到日本有很多很礼貌的规则啊规定啊还有默契啊 可是真的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遵守啊 因为这只是个文化啊 那我们身为一个外国人就只能入境水俗了 还有一种吃个麦片OK吧 虽然说这是奶粉冲泡出来的奶 但是它的味道我们是非常的熟悉啊 能在他乡吃到这种我们认识的味道 好吗 OK啊各位 那我们吃完所有的东西啦 等一下我们把餐盘拿去回收区放好之后 我们就回房间吧 我们就去一边跟店银河али 谢谢 好的 黄套 好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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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我們現在回到房間了啦 只不過我們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就要去坐地鐵 回到機場那邊了 那我們趁現在這空檔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是11500台幣的 對我們住三天喔 21000日幣 可是換算成台幣的話差不多4500左右啦 我是覺得說以這個價格這樣的體驗 非常的舒服啊 但是說我們住的這個樓層雖然電梯走出來的時候你會覺得光鮮亮麗 但我有去其他樓層看過 不管是樓上的 還是樓下的 樓上的就是看起來就是很一般的飯店走廊 他不像我們在外面 鋪了地毯 還有說牆壁上有這些裝潢 燈飾有的沒的 甚至說我去樓下啦 比較低樓層的地方 走出來 都是滿滿的煙味 要求 所以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他 會把我們 放在八樓這裡 不一樣 嘿 好嗎 嘿 請進入 至於我們在入住的過程 雖然我們語言不通 但是比起最近熱門的肉筆頭飯店事件 我們遇到日本接待十分的客氣 就算語言不通 他們也是盡量用日語配合手勢方式讓我們入住 但這次的經驗前提是 BOOKING沒有出問題 另外回頭看我們國內的旅宿業 規模大家都會配動外語櫃檯人員 也許台灣我們用不到的地方 對於外國人 特別友善吧 還有說這個房間 我是覺得說他該有的也都有了 不管是小冰箱 電視 甚至他房間有非常多的插座 只不過如果你擔心插座不夠的話 你可以自己帶延長線啦 飯店他們用心的地方是說我們住 三天啊 他有送這兩包的備品包 就是所有的毛巾布巾 甚至連 浴衣 他也是幫我們每晚換一件 這真的很用心耶 還有說他這個棉被非常的厚啦 我是覺得說他這個是在日本 夏天冬天的溫差 非常的大 他這麼厚 是一定夠用的 可是啊我們剛好是夏天來啊 所以這個睡起來真的是冷氣 你不開牆一點晚上會不好睡 但是早上睡起來因為冷氣又太冷了 你喉嚨會真的 還蠻乾的感覺 因為日本這邊空氣真的比台灣乾燥許多 如果你睡起來覺得你的 鼻子喉嚨會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睡覺說開這個 這個空境清淨機 它有附加式的功能 但我是沒有使用啦 所以我真的就 睡幾天 就痛了幾天的喉嚨 還有你們看 我們住的外面啊 就是一個鐵路 但是對我們這種短期來日本遊玩的人來說 每天聽這個地鐵生起床 我是覺得還蠻愜意的 但是常駐的人就不好講了 還有說這電視底下有個投幣的 計時器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收看Playboy的 成人節目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來日本玩都很累 根本就沒有心思看這種東西啦 那這邊是浴室的部分啦 你看它這邊 空間非常的小 我兩隻手 還沒有完全伸直 我們就摸到這左右側的牆壁 只不過空間在小 日本人 他就是有辦法 塞一個浴缸在這裡 算說 我泡了兩天的招 我是真的覺得很舒服 真好舒服 還有說 我來到日本我發現啦 不管去哪個商場 或是說車站 他們在廁所 最重要標配就是 而且一定要有 馬桶蓋加溫的工人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東西收拾收拾 我們準備前往機場吧 那各位我們現在在 名古屋中部機場的餐廳這裡了啦 這輩子你有想過你可以在飛機機底下 吃著餐點喝著咖啡嗎 我覺得 能看著一架飛機 喝著咖啡 等待我們飛機起飛的時間 這其實也蠻舒服的咧 不過我們在這邊跟各位總結一下 我們這次日本型的想法好了啦 這是我們 從台灣到名古屋的飛行啦 我們是搭乘 虎航 這是我們台灣的聯航公司啦 如果你 一下飛機就有一個目的地 想要去哪裡吃東西的話 也許你可以不用買它任何餐點 或是其他價值的服務啊 我還記得說我們第一天到日本的時候 我就直接下飛機 就照著Google 滅河的島旁 坐上了 我該坐的公車 到了第一家的吃到飽餐廳 只不過 至於其他我們有拍攝的餐廳 就可能 會在這部影片出來之前 或是之後會陸續上架 等下我就準備上飛機 休息了啦 因為我們 昨晚真的只有睡了 4個小時 我們就一早起來去吃了 飯店的早餐 我是覺得說日本的早餐真的是 我覺得最精華就是那個飯糰 因為你不管看著日本的動漫 但是說 日本的連續劇跟電影 他們一定會出現這些東西啦 只可惜今天這個飯店沒有提供納豆 不然說真的 人早餐吃人納豆 配著白飯 還有蔥花 這其實感覺是蠻讚的 也不過OK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阿比亞回來了 還是 熟悉的地方 睡得微 還有我們的 飲料